民警插车叫车司机冒险冲冠 什么原因使得男子崩溃痛苦 下跪哀求 高速路上鸡蛋蛋液横流成熙 静静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山东水青岛高速交警 江石松 2017年5月14日下午 国大队四中队直骑民警 在我辖区沈海高速 交州收费站入口例行检查时 一辆白色轿车 无视民警执法 望途冲冠 究竟想要隐瞒什么 我在现场 2017年5月14日 山东省青岛市 同三高速交警大队民警 在沈海高速交州收费站直骑时 一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 在发现民警要求停车检查的事以后 不仅没有减速停车 反而一脚油门 妄图强警闯破收费站 最终在收费站内的另一组执法民警 堵住了该车辆 他说怎么挑不挑 然而当民警要求司机下车接受检查时 车内男子却无动于众 他为什么不愿意打开车门 他究竟想要隐瞒什么呢 你们进来跑什么 你下下下来 喝酒了是不是 当驾驶员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脸色发红 并且我们味道一股赤皮的酒味 经调查车内男子姓郭河南寄人 为了进一步求证 郭某是否酒驾 民警立即将他带回执法港厅 使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 对其进行酒精测试 在进行检测时 郭某一直用各种理由推诿堂塞 见推诿不过后 又开始装模作样 妄图门混过关 推推推 你敢干吗 你别给我弄这个人 当郭某发现民警态度依然严厉时 他的情绪也开始有所波动 我给大家会了 我行 我先配合工作 我配合工作 你给我一个洗灰什么 你先去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配个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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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不是 我配合 估计是酒精测试仪显示 郭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居然高达每百毫升 220毫克 已经属于醉酒驾驶行为 而他得知检测结果后的举动 更是让在场的民警呼啸获得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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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你一本人为我 来来 我不是 我是特权的 在民警的劝导下 郭某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按照规定 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应当立即提取血压 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 可是 在民警将郭某带往医院的途中 他的情绪再次失控了 郭某在车上气不成声 像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 民警见状只好出演安慰 到达医院后 民警立即安排对郭某进行血液检测 经检测 郭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 虽然郭某酒井后 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但是错译已经铸成 郭某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郭某知道醉酒驾驶将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 为何还要在如此大量饮酒后坚持驾车呢 他又准备去哪里 为了进一步调查 民警联系了他的家属 原来当天正是母亲节 郭某和媳妇中午为岳母过节 期间他和岳父喝了不少酒 酒锅三巡后 熏熏欲醉的他想到自己的老母亲孤苦伶仃 只身一人在河南老家 于是不听母亲和岳母的劝阻 偷偷驾车想要回家给母亲过节 不料刚刚到高速入口 便发现民警察车 心里紧张的他为了躲避处罚冒险冲冠 于是便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 最终郭某因醉酒驾驶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罚款两千元并处拘役一个月 虽然孝心可贵 但是保证生命安全才是能够尽效的前提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家驾驶员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有侥幸心里 拒绝酒后驾驶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亲人负责 更是对社会负责 车辆策翻 民警齐心协力 为保货物 平安365 我在现场继续播出 大家好 我是浙江高速跳警宁波支队 六大队民警陈亮 2017年5月25号 我大队辖区唐溪路段 发生一起大货车突然侧翻的事故 造成了车厢内货物损失惨重 当时究竟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2017年5月25日 浙江高速交警接到报警称 在永台温附近高速唐溪路段 一辆相识火车发生侧翻 民警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警进行事故救援 民警抵达现场时 这辆白色相识火车 已经横躺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 报警了正是这辆货车的司机 随即民警对货车司机进行询问调查 民警通过询问了解到 货车司机姓李 根据李师傅交代 当天中午12点 李师傅的朋友要求他去向山送一批货物 因为向山的客户急着要货 李师傅害怕延误送货时间 所以就匆忙上路 在询问过程中 李师傅也一直和民警强调 车内货物都是易碎品 希望民警在救援货物时 能够小心一点 为了防止将货物扶起时 造成太大的震动 从而导致鸡蛋破碎 在场的民警和施救人员 力求货车受力平衡 小心翼翼地用钢丝奖货车捆住 最终在民警和施救人员的努力下 侧翻在凉车道间的货车被摆正 可是当货车被扶起后 车内鸡蛋的蛋液通过车缝线系不断流下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民警不禁内心已咎 预感到货车里的鸡蛋受到了重创 李师傅这一趟怕是损失不小 当时车厢里面有大概7000斤鸡蛋 虽然我们在施救的过程中 努力进最大程度减强损失 但是这些鸡蛋还击分杀了 我们是竞速的后果 这次事故中的货物损失费 施救费 陆产费和车损费 加起来共有4万余元 这笔数目对于李师傅来说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看到自己的货物几乎全部损坏 李师傅尤为心疼 这辆刑警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 为什么会忽然翻车 随后民警向李师傅了解情况 轮胎爆掉了 轮胎爆掉它就一边来气 气势了它就像站在天了嘛 哪个轮胎爆掉了 什么 哪个轮胎爆掉了 在哪里 当时这辆车又前轮发生爆胎 这辆爆胎之后 整个人一下子懵了 那么就是采取的特殊就是 蒙大方向提债上车 那么最终导致了这次失败的发生 前不久 在京湖高速江苏树阳段 一辆行驶当中的轿车突然爆胎 而司机在爆胎后 又几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 通过监控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轿车失控后 驾驶员猛打方向 轿车连续两次撞击中央隔离带红 又被弹出 直到旋转三圈后 撞上应急车道外侧护栏 才停驾 索性没有影响其他车辆 事故造成驾驶员妻子 紧固轻微受伤 这起事故的驾驶员姚某 在面对爆胎这样的紧急情况时 也和李师傅一样 选择挤打方向盘 并猛踩刹车 民警将李师傅了解情况时 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 李师傅居然是穿着拖鞋驾驶机动车 穿拖鞋驾驶机动车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由于拖鞋打滑 从而引发的交通事故 不在少数 2016年9月19日 在湖北省宜昌市 一位驾驶员因脚伤的拖鞋打滑 在车辆启动时失去了对油门的控制 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根据肇事司机脚带 启动车辆后 他穿着拖鞋打滑 导致车辆失去了控制 通过监控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白色越野车在人行道上 忽然加速 猛转两圈 随即撞上路边行人和车辆 造成六人受轻微伤 两车受损 此外 在行车前 我们该如何判断 轮胎是否会有爆胎的迹象呢 如果遇到爆胎这样的紧急情况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随后记者采访了 浙江省高速交警 假设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爆胎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 那么千万不要猛踩刹车 也不要猛打方向盘 正确的采取措施应该是 紧握方向盘 然后呢 慢慢地松开右门 轻踩刹车 出车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轮胎 首先我们要检查胎压 因为胎压呢 是一个轮胎的命门 胎压过高或者过低 都是对车辆安全会带来严重的隐患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检查这个胎面的花纹 如果说花纹磨损严重呢 这个肯定是 可能是需要更换轮胎的 花纹里面有这种小石子啊 或者有嵌进去的一些异物啊 这种一定要及时把它清理掉 第三个呢 我们要观察轮胎的侧臂 如果侧臂有明显的鼓包 或者是小凸起 已经出现裂纹了 钢丝外露了 这种情况啊 那么一定要及时更换轮胎 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 在这里 我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下机开车 切勿穿拖鞋 四脚驾驶机动车 另外 平时在检查车辆的时候 要注意检查轮胎是否有裂痕 腹包 或者严重磨损 这样要及时更换 事故现场 轿车车头严重变性 怎样的原因 使得肇事司机疲惫不堪 哪个地方受伤呢 平安365 我在现场继续播出 大家好 我是湖北高警中响大队民警 丁文睿 2017年4月14日中午 在沪隆高速公路中响段 已正常行驶的小货车 被后方一辆小轿车追尾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辆车追尾呢 我在现场 2017年4月14日13时 在沪隆高速公路 湖北中响段 一辆湖南牌照 黑色丰田小轿车 追尾一辆武汉牌照 白色货车 民警抵达现场时发现 小轿车的车头 已经完全钻进货车车尾 且车头严重变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 事故发生的原因 民警对两车司机 进行了询问调查 你是前面车司机是吧 对 是怎么回事 他我心里忙好的 他突然 听着一声 把我们来到这儿 从那儿 来到这里来 货车有没有损失 有肯定有 虽然身体并无损伤 但货物的损失 也是他尤为心疼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赵氏司机在民警的追问下 还依然恍惚 什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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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司机朱某 原居湖南 40岁 虽然年龄异于捕获 行为却让人大为疑惑 你是哪个地方受伤呢 哪个地方受伤呢 胸对块是吧 此时的朱某 除了受伤惊吓 更多的竟然是一副 睡眼惺忪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致使他如此疲惫 为了不影响 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 民警立即把受伤人员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并指挥拖车 将两车分离 民警看到 小轿车车头的损毁程度 不禁内心已惊 可见当时撞击的猛烈 如果没有前车护栏的缓冲 后果将不堪设想 民警将两车 带回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 警察总队三支队进行处理时 在朱某的行车记录仪里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在事故发生前八分钟 朱某就感觉到会疲劳 情急之下 只好通过低吼来给自己提升 见吼叫无济于事 他又采取了唱歌的方式 来缓解自己的疲劳 在年轻人难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他实在没有办法 干脆打起了自己的二方 可是这些行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事故发生前一分钟 朱某所驾驶的小驾车 已经难以保持直线行驶 在多个车道之间 S串行 最终在朱某失神的一瞬间 前车已经近在咫尺 民警通过朱某的行车记录仪发现 朱某并非没有机会避让事故的发生 朱某在身体出现疲劳的几十秒后 也就是当车辆行驶至金山兰社会站出口的时候 就有机会将车辆驶离高速公共 获得休息的时间 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可是他认为自己能够坚持到服务区 在高速上不会出现意外 选择继续疲劳驾驶 正是因为朱某的侥幸心理 才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朱某因疲劳驾驶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过度疲劳 影响安全驾驶的 不得驾驶机动车 所以在本起事故中 朱某负全部责任 在此我提醒各位驾驶人朋友 长头行车即已导致身体疲劳 行车上路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坐视时间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充飞的精力 2017年6月8日凌晨 一辆货车在驶入二广高速京门收费站时 横撞上了收费亭的防撞梁 玻璃横飞 司机被卡在了驾驶室内 据了解 货车司机张某在经过收费站时 发现前方有滩水 由于当时车速过快 加上猛打方向盘的不当操作 车头硬生生地撞向了收费亭 该打货车进站时的速度 超过每小时50千米 正是因为速度过快 造成了本次事故 平安365提示您 十次事故九次快 车辆进出高速公路收费站时 一定要减速通过 速度最好控制在每小时20千米以内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